花木蘭這部電影真是風波不斷 今天晚上社長帶我們來看到 拉開中國歷史5000年的眾生 唯獨這個朝代 大明王朝居然出了兩位女戰神 這樣來告訴我們 那是怎麼樣的一個時空背景 是 建行長千萬別小看女人 因為戰神這兩個字不是男人的專利 在大明王朝 我們講明朝 他出過剛才講說兩個 那是說五刀弄劍的 五人 我們講女戰神 五刀弄劍的 其實如果說是文人的話 女人在明朝也出現過女戰神 文的女戰神 那我先講明朝的女戰神有兩位 一個叫瓦斯夫人 一個是大家熟知的秦楊玉 那這兩個在鎮上都有 他一定的一個地位 瓦斯夫人 我先講 這個人多厲害 這個人他死的時候 是十八幅棺材 十八幅棺材跟曹操一樣 做遺種 做遺種 一個人死掉出城門 還要十八幅棺材 是幹嘛 怕人家知道躺在哪一距嗎 因為他殺歐寇殺了太多了 怕他死後歐寇會來報復 會來絕木鞭屍 所以他就十八幅棺材 從四道城門晚上出四道城門出去 出去又埋 現在廣西找瓦斯夫人的墓 還可以找到四個墓 不曉得哪一個真正是埋他的墓 這樣的一個女人 我們講他是明朝的一個女戰神 他是在明朝嘉靖皇帝的時候 我們知道嘉靖皇帝當時是日本歐寇 侵擾中國最烈的時候 當時明朝的 我們講明朝藍人的 明朝不是有七季光 有宜大游一大堆戰將嗎 當時是宜大游的時代 宜大游已經算是宜大游少林寺出生了 那他本身也是算是明朝戰神級的一個人物 可是對歐寇一直束手無策 而且歐寇擾邊疆 包括那個沿海一帶包括廣西 那廣西 瓦斯夫人就是廣西壯主的一個女人 我們講廣西壯主少數民族叫大甲丸婆 當時太平天國就是從廣西的這些壯主女人出來 那你知道廣西這一個地方 他不但民通票漢 而且他從小 這個地方從小就有一個習俗 就一個人不管你懶得你的 哇哇落地之後 他會打一塊鐵 那塊鐵跟這個娃娃的身體 重量是相等的 比如說你生下來是三公斤半 我就拿一塊生鐵 三公斤半的生鐵 跟這個小孩子放在一起 陪他一起長大 長到十歲 那你如果三公斤 他就換三公斤的鐵 那長到十歲又把這一塊生鐵拿去打 打造成一把刀 那這一把刀就伴隨這個孩子 不管男的不管女的 因為廣西壯主 你經常要進山打獵 就伴隨你一身 所以每一個壯主都有一把刀 而那一把刀很像我們講的胎毛 它是一塊鐵去鍛造出來的 對 所以伴隨他一身 所以這個民族 這個少數民族 本來就很喪吾的一個精神 這樣我們就 OK 那當時剛才講 歐寇一直侵擾很多那個沿海地區 包括廣西 那廣西當時這瓦斯夫人 瓦斯夫人的父親 他的先生 他的兒子 甚至他的孫子 都被歐寇宰殺掉了 殺了 那這個女人就很剛烈 勢必要復仇 所以他就在廣西招募一些兵馬 幾家 全部那個我們講請家蕩產 招募那些兵馬 招募多少 四千五百人 號稱廣西狼兵 在歷史上非常有名 為什麼叫狼兵 他還規定說你這個人 七個人他編成七個人一個小組 你這七個人打仗的時候 四個人拿槍戳 三個人拿刀砍 是 拿刀砍 砍了頭回來 論功尋賞的時候 你砍一個頭 七個人平分這些功勞 那砍兩個頭也是七個人平分 不是你砍頭的人有關 七個人他就規定你一個精神 一定要連在一起 共辱共榮 對 那如果一個人被殺 你其他六個人有事 所以他就這樣的一個例 那他本身呢 他本身本來也是一個很作戰高手 你知道他當時為了報復仇 報復仇 報孩子的仇 他練刀 他叫瓦斯雙刀 他個人瓦斯雙刀 瓦斯雙刀 他歷史上形容說 他史書形容說 他左手哪一把這種雁寧刀 像有點像那個 明朝的武士刀那種造型 左手雁寧刀 右手遺長劍 左手雁寧刀是用砍劈的 右手遺長劍用刺殺的 所以他在衝鋒陷陣的時候 非常非常神勇 帶領這些子弟兵 就一路打歐寇 後來打了這一仗最有名的是在哪裡 是宜大友在守那個浙江 浙江有一個算他們的一個城 叫金山衛 其實當時歐寇一萬人來攻 宜大友不敢出戰 那當時瓦斯夫人投在那個 投笑在那個宜大友飛下 就跟宜大友講說 我父 我父 我孩子都被歐寇殺了 這一戰你不能守 你如果要守 你守成沒有關係 我出戰 他報仇的機會來了 對 那宜大友後來拗不過他 好 那就讓你出去吧 你就四千人 人家一萬 對 一萬 你知道那一戰金山衛打一戰神明 他從這一戰以後被攻為二屠夫人 就這一戰以後他衝出去 又跟歐寇對打 四千 四千打一萬 斬殺歐寇四千五 斬殺四千五 然後有兩三千人歐寇被打的 腳踢太飄到那個長江 當你說長江血流 我成河已經快塞住了 就是他打得最漂亮的仗 金山衛 所以他死的時候 他就怕剛才講 怕歐寇找他麻煩 劫師 像我剛剛看到 其實在影片當中 那個瓦斯夫人 他要出兵的那個陣仗其實非常的震撼 他還戴著面具 對 他出城為什麼要戴著面具而出仗 你來看看這一段畫面 剛剛大家觀眾朋友可能也看到了 瓦斯夫人在這麼大的陣仗 他要出城門 居然戴著一個非常威風凌凌的面具 一個女人為什麼要戴著面具出征 因為你看他平常披頭上 他打仗跟一般男人不一樣 不戴頭盔 他就披頭上 在沖沙的時候頭髮一飛揚 來了 對 然後他會戴一個面具 他不讓 等於說歐寇或者其他人 看出他的一個面容 因為有人講說他可能長得很漂亮 沒有殺氣 所以他必須要戴這種面具 像藍陰王一樣 在沖沙的時候那個殺氣才會出來 所以震懾敵人 所以我們講說明朝有這樣的一種女戰神 另外我剛才特別講了說 還有文的不是無刀弄槍人 你也不要小看這樣的女人 另外一個是誰 對 明朝末連的時候在崇禎皇帝 崇禎皇帝當時有一位叫貝公兒 叫貝公女 這個貝公兒這張圖是錫悲雯畫的 大畫家錫悲雯幫他畫 這個人在歷史上非常好 在明朝末連我們講說女人不可小看 當時明朝末連李志誠 就是在崇禎十七年的時候打進明朝 崇禎皇帝上吊 上吊以後你看那些藍人 明朝有很大的一個爭議點 有人講說 中國從宋朝以後無中國 沒有中國 那為什麼 因為宋朝當時很剛毅很劫烈的一個朝代 到明朝以後消失了 那講了其實明末你可以看 明末就分成兩個很極端 以智成打進北京之後 投降了崇禎皇帝底下文武大臣 四千多人崇禎皇帝上吊才第三天而已 李志誠登基 四千多人跑去李志誠那邊去 恭喜皇上登基 美品 美品 美品的還有更無恥的 當時這一位我特別講 這一位叫魏早德 魏早德是誰 他二十來歲的時候 崇禎在崇禎皇帝那邊考上狀元 四年以後他二十九歲考上 四年以後他三十三歲 崇禎一路把他提拔 提拔到內閣首府當宰相 李志誠打進來的時候 他被抓了 被抓以後 他跟李志誠底下的一個戰將 叫劉忠銘 是第二號人物 他跟劉忠銘這樣說 你要錢我給你錢 你要你的人 我把我女兒嫁給你 那你幫我講幾句好不好 在李志誠面前講我幾句好不好 老我一命 或者說讓我可以報效你這邊這個草庭 馬上就投降 馬上要報效這新的草庭 我故意特別先講男人 為什麼這些當時男人 真的投降得非常不像話 你在做對比 男人這麼不長進 那女人呢 他只是一個宮女 當時殉國有一個叫賈申信濫草 賈申就是1644明朝滅亡 賈申信濫草是多少人殉難 都是一些宮女太監 剛才講這些文臣武將 他們幫國家去死 對 宮女自殺的那個 等於說崇禎皇帝上吊 因為宮女自殺了三百多人 跳那個金水盒自殺 那這個灰宮女 當時她為什麼沒死 因為崇禎皇帝 當時要上吊之前 講說她的孩子 不希望落在李志誠的手上 被侮辱 所以把長榮公主叫過來 她有兩個女兒 把長榮公主 另外一個小的先斬殺 長榮公主當時十幾歲 差不多十五六歲左右 崇禎一劍把那個長榮公主 左手臂砍下來 斷她的手 斷她的手 結果他以為長榮公主 昏死過去以為死掉了 那崇禎後來就跑去上吊了 沒想到長榮公主 活了過來 被一個太監救活了 對 但那個太監講兵荒馬亂 你要逃出這個皇宮 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當時會公女 她是長榮公主身邊的一個逼你 聽到這件事就沒關係 長榮公主一無讓我穿 我來假扮長榮公主 我讓敵兵抓 兩個人交換身份 對 讓這個太監把這個長榮公主 救走 結果她就躲在那個 穿著長榮公主的那個服裝 她故意躲到井裡面 對 很容易就被搜出來 搜出來人家就當她是 李治仁他們就當她是長榮公主 就是了 對 那當時太監 救走長榮公主 真的長榮公主的時候 她說那你留在這邊怎麼辦 她說沒有關係 我會選擇最適當的國家 最適當的時機 暴效國家 結果她就 李治仁抓走 抓走又當她是長榮公主 看她又長得蠻漂亮 想要納竊 後來李治仁底下有一個姓羅的一個大將軍 羅大將軍也看得上他 李治仁講好吧 那就賞給你羅大將軍 你知道這個會公女在興奮之夜 興奮之夜跟羅大將軍 兩個人很高興的 還故意灌她酒 灌羅將軍酒 灌到她七分八素 躺在床上的時候 她拿起一把匕首 事先準備好了匕首 從羅將軍火龍這邊 一刀就丟下 爆王國之恨 對 殺了羅將軍以後 她自己就幾箭自紋 所以你說雲草的女人 五刀弄箭得很厲害 女戰神 像這種溫溫落落的 她也是一樣是女戰神 男人沒有忠贈沒有氣節 相調於這個公女 哇她真的是 非常的有骨氣耶 對 所以你看剛才講那個 遜難潮 很多是小老百姓 這些公女太監 果然當成了文臣武將 跑去那邊 邀請您 一起加入五七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真相 大部分 三分補充 三分補充 雲最新精神 最新的公司 結束 十分補充 涉及 十分補充 十分補充 十分補充